美国总统拜登的竞选连任募款 今天创纪录 海外时间上午8点 在纽约市无线电程音乐厅的竞选募款活动 两位民主党籍前总统 也就是欧巴马和柯林顿跟拜登同台 至少募款2500万美元 写下单一政治活动最高募款金额的记录 稍早之前拜登和欧巴马 一起从华府搭空军一号抵达纽约 到纽约后两人在一起搭 美国总统的坐车野兽 要看到三位美国总统前总统同台 要花钱 线上参与25美元 进到会场至少要250美元 如果想和柯林顿、欧巴马和拜登 也就是美国第42、44、46位总统合照 50万美元大约1500万台币就可以 今天在无线电程音乐厅的活动 5000张门票全部卖完 拜登阵营一晚进账2500万美元 比川普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在二月份一整个月份所募得的政治捐款还要多 欧巴马在拜登竞选连任活动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跑关键摇摆州的行程 当然还有募款 以欧巴马或是欧巴马签名为主的活动 已经筹得1540万美元 去年12月欧巴马出席一场和总统见面的活动就进账300万美元 对欧巴马来说阻止川普重返白宫 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非常重要 拜登阵营希望展现的是民主党大团结 和川普最大的对比就是没有共和党的前总统或副总统支持川普 川普今天也到纽约 到长岛出席之前 执勤拦车辆遭枪杀的纽约市警察告别式 3月8号国情咨文后 到现在拜登跑了8个州都是摇摆州 川普虽然把跑法院当作造势 但对于摇摆州的投资 不管是下的广告还是花的时间都不如拜登 最新的扶持民调显示 川普领先拜登5个百分点 不过昆尼皮克大学的民调却显示 拜登48%领先川普45% 这也足以证明要争取决定选举结果的小部分 摇摆州选民支持 将会是一场硬仗 当然需要费用 TVBS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道